接下来是我们的 我们的 注意看 世界第一腿王擂台一脚扣日本冠军 日本武士不服气上台挑战 结果当场被踢到怀疑人生 他是格斗界的传奇人物 凭借腿发纵横拳台数十余年 无论你是世界冠军还是精兵抢将 只要遇上了他 下场统统苦不堪言 他便是世界第一腿王米尔科菲利普为奇 从克罗地亚反恐部队出身 波罗职业擂台后 更是被人冠以克罗地亚战警支撑 但偏偏救不信邪的日本人 前来向他发起挑战 他便是日本柔树姐 千年难以的柔树天才石景辉 在两人的第一次对决中 石景辉几乎整场占据优势位置 但是却被克罗地亚战警一记打碎美骨 当场鲜血直流丧失比赛能力 然而这个家伙却是十分的不服气 他认为这一次输掉比赛 只不过是对手运气好 于是重振齐鼓 重新向克罗地亚战警发起挑战 红方选手黑色短裤 便是克罗地亚战警尼尔科菲利普为奇 蓝方选手白色短裤 则是来自日本的武术天才石景辉 这也是两人的第二次交手 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糊涅草搭队 我再是从电队肚造成的 我坐 entertain 拍llan 10秒 30秒 好 好 很能 选择 手 完全 好 挡 neuro 可以看到两人第一回合打的依旧是十分的谨慎 对手是练习柔术出身 这个地面能力十分强悍 而克罗地亚战警则是反恐部队出身 相对来说更擅长战力格斗一些 并且他的这个腿法也是被堪称为异军 两名选手各有所长 都有着一击必杀的能力 并且这场比赛也是两人的二番战 想必这个精彩程度也是不用多说 走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以看到这个小日本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非常着急地想去打开局面 他也清楚地知道 在战力上自己绝对不占优势 所以说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进入地面对决准备 米尔科也是要小心一些 因为两人之前是有过一次交手 所以说对彼此的打法风格也是相对比较了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十分的焦重 两人虽说进入地面 来到了实景会的强势领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并没有急于进攻 而是不断寻找着机会 拿到更有力的进攻位置 米尔科也是死死地卡住对手的腰部 以此来限制对手的进攻 看来应该也是进修了地面缠斗的技术 好吗 好 来 好 来 日本选手率先打破僵局 利用自己的上位优势去对米尔科进行打击 不得不说这个家伙还是有两把刷子 这个地面缠斗能力确实强悍 但是米尔科的韧性和抗击打能力同样不容小觑 两人的战况依旧是十分焦准 看来这个比赛应该是大概率要进入到第二回合了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经过一回合的怼拼 相信石井会要是再想把米尔科带入地面 一定是十分困难了 米尔科赛前是为了对面对决进行了一个紧急特训 不过相比于这个柔术出身的对手 进入地面对决依旧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进入地面 这个小日本再想打开局面可就困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异常的焦准 两人对彼此的进攻手段都是有着一些挤的 米尔科是一定不会让对手将自己带入到地面对决中 石井会也是一定不会在战力中和米尔科对轰 不过两人毕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 即便是有所准备 但也难保被对手抓住机会 所以说场上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的 好行 好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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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好 来 施警会的压制 依旧是十分的窒息 这个位置相信两人也一定是非常熟悉 因为在两人第一次交手的时候 米尔克就是在这种位置用一记肘击 直接将施警会的眉骨打力 从而令其直接丧失比赛能力 不知道这场比赛到底还会不会完成复刻 目前看来还是非常有这个可能的 好 字幕作成者 贴员 女神 英文 畏尾 竹羅 dessa 记住は 可以看到两人的体力消耗 都是十分严重 石井会依旧是死死的占据着上位优势 米尔克想要挣脱 但也没那么容易 场上的局面依旧是处在一个白热化状态 米尔克也是被对手给压制了一肚子的火 相信接下来他的进攻一定是更加的犀利 更加的凶猛 某个人都扶在一起 好之后 猎者都扶在一起 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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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能会是哪里 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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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试图 是什么你试图 可以看到米尔科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不过这个小日本也是非常的聪明 直到如果给了米尔科进攻的空间和机会 那么自己是绝对扛不住的 所以说他也是不停地寻找着 将米尔科带入到地面的机会 就算是没能带入地面 进行裸爆也是能够很好缓解米尔科的攻势 比赛结束了 但这是什么情况 日本选手直接跪地不起 看来米尔科最后的猛攻 应该是非常的有效果 这一脚应该是直接把对手的脑袋踢出血 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米尔科拿下比赛的胜利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